委員同仁,實驗部長及各位官員 我很佩服田秋錦委員他們所提的這一個提案 但是呢,它那個是比較寬廣 而且比較明確化 但是呢,因為我們是在修組織法 那組織法是一個上位法 在立法這個,應該是說一般來講立法體力裡面 第一條都是立法的目的,用目的的 或是說立法的依據或是目的 那顯然呢,行政院提出來的版本是用目的 那是誰,委員在講話說他要聽,你這樣一講他又不能聽委員講的 對啊,拜託一下 我們是用這個目的的一個方法 你已經讓他聽聽李傑章委員講話嘛 那一般來講,我們在立法體力裡面 就是說立法目的或是立法的依據 那行政院的版本呢,是用立法目的 來做一個第一條的條文 那當然我們是經濟及能源部的組織法 當然裡面一定有涉及經濟跟能源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為什麼很佩服田修竟委員的這樣的一個看法跟想法呢 就是說他有強化了能源的部分 當然他也很關心這個氣候變遷的一個部分 但是因為我們在立法體力上,立法的技術上 我們在第一條的,既然是用立法目的 當然以組織法是上位法 當然是以減養為原則 所以我是建議這樣的一個做法看可不可行 就是說行政院為辦理全國經貿行政經濟建設 國家能源之規劃管理等業務 特色經濟及能源部以下簡稱本部 這樣會不會更為完備一點 也整個把它包刮進去 至於說這個田修竟委員他們很重視的氣候變遷的部分 因應 因為我們潛質用字很少用這個 什麼最式化啦 因應啊 這些 這是在組織法裡面 盡量能夠避免 但是這個部分可以放在哪裡呢 我建議啊 像這個因應氣候變遷 這個最式化的能源使用管理 像這些部分呢 我們就放在我們能源署的組織法裡面啊 我們能源署的組織的後面的說明欄裡面啊 或者這個立法說明欄裡面 立法說明裡面啊 給它放進去 我想這更為妥當 以上是我個人的一個建議啊